金沙江西面 穿过民营的云林 是三江并流自然景观中的蓝沧江 蓝沧江是一条国际河流 在云南省蒙拉县出境后称为湄公河 它是亚洲第三长河 世界第七长河 在德钦县城附近的蓝沧江东岸 隔着蓝沧江就可以眺民起伏的梅里雪山 这个梅里雪山它在这个地方的话 在我们看见的这样一个区域范围里面 是这样一个命名的 但是整条山脉的话 它实际上是叫别落雪山山脉 太阳刚刚从东冰起来的时候 那么山间上是刚刚日出的时候能够照到 然后那个时期的阳光它是偏黄的 金黄金黄的 所以说早上如果说你能够有幸看见的时候的话 阳光直射到这个六千多米以上的这个山峰 就形成了金山 那据您的经验来说 什么季节看到预照金山的景观 希望会更大一点呢 那就是在美临的十月份以后 到次年的五月份 那么这个是季节在我们这个地区来讲 相对叫旱季 也就是干季 那么这个时期的话 它的这个云层雨量就比较小 所以是看到的就透亮度啊 国方面的就比较好的多 李波老师介绍 海拔六千七百四十米的主风 卡瓦格勃 至今仍是人类未能征服的处女风 梅丽雪山是中国发生雪崩最频繁的雪山 1902年至今 人类十多次攀登卡瓦格勃风 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试制组来到梅丽雪山拍摄时日正值雨季 空气湿度非常大 山间被层层云雾环绕 只有在云层流动时 偶尔从间隙才能瞥见雪山的神秘面容 我们远方的家试制组 在九年前拍摄边疆行的时候 曾有幸拍到了日照金山和日月同会的奇景 虽然这次没能看到日照金山的景象 让我们感到有些遗憾 但是层层云雾增添了更多的神秘感 让我们更加期待走近它 梅丽雪山六千米海拔以上的山峰有十几座 常年的山顶积雪也是这里形成的很多冰川 能够看得见很有名的冰川有四条冰川 最有名的是冥用冰川 冥用冰川它的情色就是它的最前沿 最低的地方可以达到三千米左右 如果说是冬季的话 可以伸到两千八百米左右 它的退缩范围 就算是最长和最大的一条冰川是吗 对 它这条冰川的话我们可以看得见 只要听气稍微好一点就看得见它的情形 冥用冰川位于主峰卡瓦哥博峰下 是世界上少有的低纬度低海拔的现代冰川 离开飞来寺 我们去着前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冥用村 顺着盘山公路从海拔三千五百米的云雾间 下降到两千多米的干柔河谷 一路上湍起的蓝仓江奔腾流淌 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们到达了冥用冰川的入口处 在藏族的语音里面 那个冥用的含义是一个火炉的意思 就它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 一个气候的一个聚集区 那说这个地方是很热吗 是这个意思 就是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的话 它的温度可以达到三十多度 就是非常热 难怪就是其实我们刚才 从其他地方走过来的时候 很明显觉得这个 穿这种衣服已经很热了 但是早晨穿着还是很冷的 对 这个地方要比其他地方高出十多度 比德庆县城 夏天的时候要高出十多度 甚至于二十度 梅丽雪山属高原性寒温带山体气候 全年温度较低 干湿气候分明 立体气候较为突出 具有太阳辐射强烈 干湿气分明 气候垂直变化显著的特点 同时这里受三个气候带的影响 北部青藏高原的干寒气候 南部的暖热带气候 以及西南部的印度洋热带气风气候 在这里交汇 使得这里的天气非常多变 要到达明泳冰川最佳观景台 还有盘登两千多米的山路 越往上走 空气久越发清晰凉爽 你看我们前面已经看得见明泳冰川了 现在能够看得见的冰川 就是它的这个前面部分 那我特别想问你 就一年四季看到这个明泳冰川的形态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它夏天的话是往后退一点 冬天的时候是往前进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跟它的气候 夏天很热 融化速度很快 那么冰川就会往后退 感觉上就是融湿速度带来了 它冬天和夏天的一种变化 一路听着两位老师的讲解 看着沿途的美景 大约两个多小时 我们到达了最高的观景台 听李波老师介绍 明泳冰川之座已可以形成火炉冰川 主要是它备考巨大的卡瓦哥伯峰 高峰与冰川末端的高差在3500米以上 虽然冰川末端区域气温比较高 但是风顶降水多 积来了风厚的冰雪层 所以形成了冰与火共存的奇观 刚才离山体很远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冰川 就像一条白色的飘带 养成弧形飘落下来 但是走近一看 我发现这个冰体 它其实是成一点微微的淡蓝色 这是光线的折射作用吗 光线折射的 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你看冰川它在运动过程中 会对这个冰川底部 我们叫做冰床的岩石 会裹进去一部分 这里面的岩石的话 是一种含激性的这种火山岩石 它里面含铁面很高 冰川会溶解一部分 铁质的东西出来 二架铁对于冰川来讲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种蓝色的颜色 所以它里面还有很多矿物质 梅里雪山的冰川 主要受印度洋气流影响 属于海洋型冰川 雨季大量的雨水 导致冰川累积和消融速度非常快 明永冰川的年平均运动速度 甚至超过了500米 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来看 我们的冰色在这前面是吧 冰色在下面 对 冰色的前面有个冰激湖 对吧 有个小水塘 那么从那个地方开始往上走500米的话 那么冰林来的那500米就变成了 金林的现在的那个色的前沿 位于四川境内的贡达山海螺沟冰川 曾被认为是我国运动速度 最快的海洋型冰川 它的年轻运动速度是188.8米 仅为明永冰川运动速度的三分之一 复杂的横断山脉地形 和多变的低纬度气候 使得梅里雪山经常发生雪崩和冰崩 也让这里称为世界上 最难攀爬的险峰之一 冰崩产生的一个原因 除了雍石本身而外 更重要的就是刚才说的 里面夹着有巨大的岩石 就是冰川底部的岩石 岩石它的传到系数非常快 一遇到太阳的时候 石块突然就冰热 冰热以后的话 跟冰就分离开 突然就会暴力就会掉下来 全能刚才这种猛烈的炸烈的象征 眼前的明永冰川 在山谷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冰雪凹地 冰蛇前沿的溶水 会继承一个冰气湖泊 整个冰川呈南北走向 宛如一条银林玉甲的游笼 盘踞在苍山之上 守候着这一片高原 也滋养着这里的山林 那这种冰川现象 对于周边的这个植物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那肯定有影响的 因为冰川呢 它带来的大量的石器了嘛 空气的湿度啊 比其他的地方要大 植物就长得特别茂密 比如像我们对面那个山坡上 它这个是云南沙集 云南沙集实际上 它也是一个长绿的 一个阔绿组成的 我们知道北方的那个沙集 它是那个灌木 云南这个沙集呢 它可以长成桥木的 明永冰川是云南省 最大最长的冰川 覆盖的面积大约为13平方公里 冬季的时候 冰蛇最低的位置 可以延伸到海拔2800米处 离蓝沧江江面近800多米 明永冰川形成多级瀑布和冰台阶 源源不断的冰川融水 对生活在周边的村民 有着重要的意义 那它大约主要是可以 攻击多少个村庄 或者多少户人家呢 从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的话 它每年的话 大概有两亿立方米的水的话 融湿出去 那在一般我们一户人家的话 就是每个月 每个人的话 大概就是一吨水吧 我们叫一个立方的水 一个家庭按照四户 那么一个牲畜是一个立方 那么如果说这样来算的话 一个家庭也就是用十方水 一个月 所以它一年的话 我们按照这样一个算法 它大概可以满足 一百万人左右 2001年 为了尊重当地人的信仰和文化 卡瓦哥伯峰被立法禁止盘登 卡瓦哥伯在藏语中以为白色雪山 当地人更习惯称它为雪山之神 独特的低纬度冰川雪山 错综复杂的高原地形 源源不断的冰川融水 使得这里称为高原野生动植物生活的天堂 也为当地人创造了适宜的居住环境 他们在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 也对这片山水怀揣着敬畏之情 蓝沧江向西 隔绵延起伏的怒山 就是三江并流自然景观中的怒江 怒江从青海唐古拉山走来 流过西藏云南 出国境进入缅甸 称为萨尔温江 最后驻入印度洋 贡山县是处于横断山区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 就非常能显示出地理位置 在河岸的一边 是延绵起伏的高离贡山 而另一边就是 白雪覆盖的著名的碧罗雪山 在这两座山中间流淌的 波兰布京的就是非常有名的怒江 横断山脉是南北走向 因为它中断了东西的交通 因此而得名 如果我们从高空上看 横断山系 非常地像大地母亲 微微皱起的眉头 即使是在世界地理版图上 也非常难找到 像这里这种两山夹一江 两江夹一山的独特的格局 冬季的怒江大峡谷 江水碧绿 宛如一条流动的玉带 在世界所有大峡谷中 这里的人口最文秘籍 立宿族 怒族 独龙族 白族 普米族等十多个民族超过四十万人 他们就常年居住在大山深谷间 从怒江州府六库出发 一直向北到贡山县 这里是领略怒江大峡谷 神秘壮观的最佳路线 优深的峡谷长约三百一十六公里 河谷与山顶的平均高差超过两千米 峡谷的最高处 是高黎贡山的主峰 嘎瓦嘎普雪山 海拔五千一百二十八米 远看贡山县城 山水间的房屋高低错落 贡山县只有三百多人口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秀珍山城 其实来怒江之前 我们经常容易从字面上来看 把这个怒江 想象成一条激情澎湃的大江 好像是一个充满了阳刚之气的男子 但是来到这之后 我们才知道其实怒江呢 是怒族语言当中的一个谐音翻译过来的 怒这个字呢 在怒族语言当中 其实是温柔的意思 看我现在面前的这条怒江 虽然它水流速度非常的快 可是水面却是宽阔平静的 在映衬着两边的高山 更显出一种温柔之美 在贡山这儿呢 除了怒族之外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民族 叫独龙族 它也是生活在两山夹一河的河谷里面 而且人数非常的少 这次呢 我们来到贡山的第一站 就决定去拜访这个神秘的民族 独龙族 总人口大约五千多人 90%居住在独龙江 那里是贡山县的一个乡 与县城之间隔着高丽贡山 我们沿着独龙江公路 来到敌政当村 采访期间 我们刚好赶上当地半大年的尾声 这两天的主要活动就是 喝团结酒和告别酒 哎呀 冰冰凉凉的好香啊 米酒 这就是大家在一起喝酒是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就这样一小摊地上啊 你会看到很多种类的酒 像是啤酒 瓶装的白酒 还有像我们这种是自制的米酒是吗 哦 独龙族的新年名叫卡雀蛙街 没有固定的日子 一般有个村寨长老 在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 则即日举行仪式 过年的前两天 分别是请山神和送山神 会举行隆重的飘牛祭天仪式 凡参加聚会的大人小孩 都可以平均地分倒一份牛肉 人们当场主食 并对歌供饮以示庆贺 他们的事情 我发现我在那边看到了一个那个 有女女是不是 大妈您好 您是多大的时候闻了这个面啊 那人家伯父都入行的 十八岁的吧 我们都在入行的 但不到十岁的时候在闻 不到十岁 那个时候是不是独龙族 所有的女孩子都要闻 那你们这个图案是都一样 还是说有区别 有些不同的 那这些 您脸上的这些图案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什么 蝴蝶的眼睛 都必须闻面 但是是何原因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 有的说是为了不被外族抢去为奴 有的说是为了分辨男女 还有一说是对蝴蝶的崇拜 独龙族人认为 人的亡魂最终将变成各色的八魁衣 一种大而好看的蝴蝶 只有纹面 死后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忍 这大概是关于纹面由来的最美丽的传说了 这个马皇大哥跟吴队长呢 还在那边啊 就是被一群人围着喝酒 然后趁这个空档时间呢 我请这个陈书记带我一块来看一下 现在他们这个独龙族人住的房子是什么样 你好 这是主人啊 独龙族小伙子米尚君不善言谈 屋子以一个火盆为中心 这是很多少数民族典型的民居格式 在独龙族的新年活动里 人们习惯用苦桥面 做成各种图腾崇拜的造型 可以这样捧吗 可以啊 看一下 这边是 这边是 这边少许都把它吃掉了 这个外面吃掉了 这个牛不能吃 牛必须带到自己的家里面 这个三个代表这个雪山 雪山 这个是雪代表那个雪 真的 在独龙族人的祭祀物品中 经常出现牛的造型 这种牛被称为独龙牛 它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牛种 因为鹅头特别大 又叫大鹅牛 独龙族人将它们也放在山间 外人平时很难见到 独龙族人相信 吃了这些带有灵气的食物 就会给家族 村寨 带来吉祥平安